马上东京奥运会就要开始了 大家都很关注田径比赛 像什么百米飞人啊 200米飞人比赛啊 都是大家关注度特别高的 一个体育经济项目 那田径比赛英文怎么说呢 公民思义田径比赛 分为两种 一种是田赛 一种是竞赛 田赛也就是说在一个场地里面 英语叫field 田赛比如说标枪 铁饼 签球 这都属于田赛 那竞赛是在一个竞赛的轨道上面 在赛道上面 这叫track 英文叫track 那有意思的是呢 我们中文叫田径比赛 把田放前 进放在后 但是如果你要用英语表示的时候呢 田径比赛就变成了track and field 进和田 按照这个顺序来放的 进放前 田放后 也就是说你如果按照英文字面的意思来理解的话 中文说田径比赛 英文里面就是 敬田比赛 敬田比赛 track and field track and field 大家学会了吗 undermine 让我认为 我认为 了ye 小学生 让我认为